词曲 李宗盛 师傅 在这歇会儿吧 好嘞 我去打点水啊 王不义 哥 你看 王不义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 你不在索王爷那儿吗 索王爷从囚犯营逃出去了 被奸射死了 我这无依无靠的 你们带着我吗 凭什么带你啊 兄弟 索王爷的人还有好人吗 带上他吧 他从宁古塔活着逃出来也不容易 谢谢 顾爷 中堂大人 刚刚换班的几位大院 刚从关外回来 一见着我就向我打听 说都好些个日子了 北远会议商议的那些个事情 怎么没下文了 这还没到清明呢 就着急送万诺皇云度高啊 能不惦记吗 下狱的十大臣当中 有几位巡抚 跟咱们兵部的交道 非同一般 这往来的银子 也绝非车载斗梁 他们要是在狱里熬不住了 全给吐出来 那咱兵部的几位官员 也就成了刀组之肉了 早知道是今天这个局面 今天咽鸟之前就该动手 现在后悔也晚了 孙家干去了山东 他要真请回刘统勋来 这刘统勋在插手石大臣的案子 那咱们可就 真是一句掌中盘 偏偏蹦出了孙家干 看来不下一句狠奇 吓唬吓唬他们 是不成了 本中堂从来不跟你们玩花火 要玩我就玩绝火 这个绝子从我的嘴里边一溜达出来 你们的命可就绝了 刘老师输了吗 看来是王八吃秤鸵铁银银了 刀手 有 开掌 让他人饶命啊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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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堂 哎 中堂 这可不是闹着玩啊 嗯 啊 饶命啊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 刀扶手现在闸刀一落 你们就伸手易处 我再问你们一遍 陆老师交代了吗 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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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没说的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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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 哪怕你们喊破了嗓子 也得给我说明白了 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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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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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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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真大人 小人 都不着 走 凶渣 凶渣 这群只识钱财贪生怕死的废 我就不信查到封不上你们的嘴 这么说起来该招的他们都招了 都招了 朕也是这么想的 这闸刀底下倘若他们还不说实话 那他们就不是人 是魔鬼 皇上 实则他们比魔鬼更可恶 谨验鸟一案而犯下的欺君之罪 他们就该死成一百回 告知三法司 不要再拖了 尽快解案 喳 这个地方就是省界了 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我得回趟江西 去度假庄看看我哥 我也得走了 我要去淮安 查我父亲十年前的冤案 你们俩都走我去哪儿 那两个司官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回前堂当你的造立 当造立没事 当大牲口我也认了 我舍不得你走 我也舍不得我老婆走 舍不得我走 舍不得你老婆走才是真的 放心吧 我会回前堂找你 那你呢 你走了还会回来找我吗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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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抓住 你 坐 小姐 遗憾 她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我这趟去淮安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还会去好多好多地方 这一路上一定特别艰险 能不能回来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 这个还给你 拿着 你想赖婚哪 不是赖婚 是退婚 行 那我留着他也没啥用了 人了 不关你的事 哥 给我 给我 若事情 总是那么不讲后果 在宁雾塔周老先生的坟前 我是你们俩成婚的见证人 大膳子 这双座可以承担 可这夫妻不能分离呀 兄弟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们就此来守吧 哥 好好的 小心点 放心吧 你也要走了吧 没什么话留给我啊 你赔不了父亲一辈子 像古山这样的男人 如果带你去前堂的话 父亲觉得此生无憾了 就好活了 大膳子 不看不见了 龙子 我来宁雇塔八年 我偷偷叮了你八年 就整整磨了他八年 你就是我的念想 人有了念想 就好活了 古爷 这儿大 古爷 你怎么没走啊 我无依无靠的 只能赖着你了 两个人也好 一块走吧 古爷 干吗 不是咱俩 是三个 还有我呢 他是谁啊 他是 你问他还不如问我 你是谁 我叫小放生 本姑娘满天下到处跑着玩 饿了就吃百家饭 渴了就喝百山泉 明白了不 本姑娘 就是一江湖游侠 敢问游侠哪里人呢 人在江湖不问来路 走吧 我还能保护你们 我说带你走了吗 拿着吧 还能当拐棍似 走啊 走啊 你 我还能保护你 五十两一个 关注银定 总共三百两 能让你换个字了吗 换字就是换命 您和您的主子 能把命给换回去 这不假 可我侯祖本的命啊 这事要是漏馅了 我还能活命吗 我侯祖本能在户部 这口大米缸里吃黄粮 我容易吗 这事要是栽了 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你听我说 从燕粮到上报户部 然后再奉旨将粮出仓阵机 再加上来回传旨接旨 安排周县 雇佣车马招募义工 还要等到开运天气 这么折腾下来 少说也要一两个月 到那时 同梁广买回的粮食 早就进粮仓了 后住室 只要是燕粮之事 不出差错 就万无一失 您和您的主子 都是户部的人 下官也知道 您是铁公南大人 宝举的外放官员 您能当上这个 山东清立司郎中 尾时不宜 而铁大人平时 对我也不保 可这事要是闹讲出来 恐怕铁大人 跳进黄河 也得洗刷一番 能不能洗清 还真是不好说 还是那句话 只要燕仓不出差错 就万事大吉 你既然是奉旨燕仓 我当然不会让你草草了事 我不但让你 想想亮亮的燕 还会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仗旗鼓的燕 莫非纪大人有了万全之策 当然有 到时你就知道了 根据我所知 这朱成是刘统勋大人的乡礼 此事他要是插手 恐怕再精妙地手 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实话说来 我对刘统勋大人 敬仰直至 唯恐追随不及 可在苍场这件事上 我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真是觉得对不起 刘统勋大人这异象圣仙 可事已至此 我也只能将错就错 火出去了 言良之事 我会设法挡住刘统勋的眼目 这你也想到了 祖位 主城官仓 今日凤旨验凉 以万事俱备 只等侯大人发燕仓之令 今日验仓 张承你可知否 回大人 知道 本仓有仓鸥四十八座 分 甲 乙 站住 哪儿来的小丸子 这儿是棺仓 有粮 轮上给你吃 既然不让过 咱们走吧 从甲仓 开始定到这儿的 验粮台来开验 依次到丁仓验丸 验丸一车 归仓一车 归仓到丁仓验丸一车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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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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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验仓就这么验啊 真没意思 呦 验仓应该到粮仓里去验 怎么把粮食搬到车上 再拉到大门外啊 大家都看到了吗 大好道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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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看 宜仓第九车企业 那 欠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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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王副义 看出什么名堂没啊 这就是一辆车进 一辆车出的 也没什么名堂啊 现在已经五十多趟车进大门啊 就这五个人在了 真是 带着 我去仓里看看 五爷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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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又干什么呀这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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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统勋大人在此 谁敢道次 刘大人 快快快 把刀收起来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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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敢说拿古爷 古爷 你说的古爷是谁啊 您不知道宁古塔了 那我告诉您 古爷是从宁古塔回前堂的爷 嗯 她叫谷山对不对 您认得我们古爷啊 您要是认得她 就应该帮我把她救出来 这丫头 你瞅瞅你这身上又是火冲 又是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紫棋 外号叫 我知道了 你父亲是浙江巡抚唐思逊对吗 你怎么知道 我曾跟你父亲同朝为官 我还知道她有一个丫头 跟野小子似的 叫小放生 就是你对不对 小放生 你爹是巡抚大人啊 没你说 这位爷 那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您就是刘统勋大人对吧 正是我 我问你 古山没告诉你 他从宁谷塔到山东筑城来 是来拜访他的老师来了 没错 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既然您是他老师 学生有难 您总不能不救吧 对对对 你们能告诉我 是谁把那位叫古山的 给抓起来了吗 小的们 只是奉继部郎之命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几横业 你说 你是哪儿来的 为什么私闯棺藏 说 慢 刘大人 什么事把您给惊动了 古山 季大人 你手臂上的伤如何 好多了 好多了 秦医把治伤的药给他 是 不能给 他是坏人 你闭上你的嘴 我 谢谢大人 季大人 古山曾是我的学生 无论他犯了什么罪 我都脱离不了干系 把他交给我 我带回去细细盘问 大古山放了 让刘大人带走 季大人 不能放啊 如果要放了他 那朝廷要是怪罪下来 咱们怎么办 有我盯着 把古山放了 放人 是 古爷 古山 学生古山 拜见恩使刘大人 古山 起来 古爷 请点 慢点 古山 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老师 哪要在粮仓外北宴两的呀 这一看他们就很有问题 我就自作主张 跑进去了 马车没有驱藏我 而是禁止往棺仓的后门驶去 我的车底下看明白 这五辆运粮车 没有静仓运粮卸量 原封不动地 在大门和后门之间 来回绕的圈儿 每绕一回 取一只粮食静仓的千百 在这些绕圈马车上 粮袋里装着的 竟然不是稻骨 而是沙子 我突然想到 这座诸城棺仓 会不会是座空仓 你是说 粮车上粮袋里 装的不是稻骨 是沙子 是沙子 因为皇上速探 只是权宜之计 画了一张虎皮 吓唬一下人而已 皇上打探 是为了清军策 除异己 礼帝家之威 也不知孙家干到了山东 能不能把刘统勋 给请回来 倘若你给他送去的铁靴子 他能穿上的话 他这条腿 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我 延青啊 临行前 皇上把我叫到跟前 给了我这双铁靴子 让我亲手交给你 皇上说 你刘统勋在皇上眼里 仍然是一匹 镇前的战马 秦书 听到了没有 皇上既然认定我刘统勋 还是镇前之马 那在需要我披挂上阵之时 我一定在大殿上穿着它 发出铁蹄的响声 好啊 皇上就等你这句话呢 西宫啊 好一双铁蹄啊 你回到前堂以后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尽快查清当年 前堂决地案的实情 若有进展 要及时告诉老师 老师的话 学成记住了 老师 我在宁谷塔八年 见过不少服刑罪臣 可据我所知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是受冤枉的 臣分三类 功臣 罪臣 冤臣 你在宁谷塔待了八年 碰到一些冤臣 有什么可稀罕的 相信朝廷 一旦查清之后会开市的 老师 我说的这些人 再无可能开市了 你是说他们死在了宁谷塔 据理说来 刑公律力馆 转修官 周福天 周福天 这是先帝 庸正爷 御批的案子 要想翻案谈很容易 这个事放放再说 先把你和杜霄的案子 搞清楚 对了 怎么想起提周福天的事了 我娶了她的女儿 大扇子 顾善 给大扇子说句话 就说我刘统勋说的 父有冤 女来神 刘大人 父亲 你看 季恒业 季大人 季恒业 你完全可以逃跑 为何又险身跪在这儿 非要人们带你去京城吗 铸城棺仓的事 您都知道了 有千年从棺仓 带走了一袋沙子 辈子虽然逃跑了 可是也清楚 必然难逃一死 既然早晚得掉头 还不如我自己 把脑袋递给皇上 我给自己带上这副 三十六斤无两重的甲板 急不冷 来求您把我一同烧走 你能自己带家归案 说明你良心未明 我知道 要将诸城这么大一座棺仓 弄成空藏 光凭你一个人办不到 告诉我 是谁在指使你 山东驯服 撒哈亮 撒哈亮 他可是金殿雁鸟 暗中下狱的 十大罪臣之一呀 难道他早就在干 这种欺瞒朝廷的事了 已经干了三五年了 户部要查仓的通知 下到清丽厮后 我越想越害怕 就拿出了 自己历年的丰禄 和沁探的银粮 还将一帮 虎鹏狗党平日沁探的赃银 给逼出了三千粮 派人上粮广 卖回两千五百袋粮食 捕粮进藏 可没想到 心一开始 就燃砸了 那从梁广买下的粮食呢 我已收到几包 不日 粮食就能运到山东 记不了 你干了一件有良心的好事啊 说山东诸城关仓有蹊跷 不是蹊跷 是蜀在 你有何证据 这些都是季衡业行贿本官的证据 全都在这儿 好 以后见了复都议事 还望侯大人详说 当然 请 这大冬天的 怎么还打起雷来了 本堂今年已在御灾之省 收五主荒田 共计三千七百价 明年卖出之后 可有白银二十万两进账 云南乡民开办的十六家铜矿 已有十二家归入咱们寸土堂名下 可产金铜九千代 对了 铁公子 这扬州盐运使乔大人 送来十盐两千银 即明铁一份 想约您哪 在擎天楼一块吃顿饭 你去转告他 你说这寸土堂啊 寸土寸金 房盐还矮 承不下他这两千的瘾盐 让他找别人吃饭去吧 是 公子 户部主侍侯主本 从山东查仓回来了 说是有事求见 见识不见 本堂的耳报已送来消息 这山东官仓出了案子 他肯定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行 就给他个活命的法子 走 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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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张六德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安 张六德 皇上 朕听出来了 你这嗓子眼里面 含着一个喜字 是不是 皇上啊 今儿个天上打了两个响雷 又下了一场透雨 刚才皇后娘娘说 这老天爷 是给谁带来喜训了 是不是 这奴才就收话来了 山东巡抚 刘统勋 在五门外等候传箭 你再说一遍 山东巡抚 刘统勋 在五门外等候传箭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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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快点 快点 这要去应见刘统勋 快点 快快快 皇上 皇上 好了好了好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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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别动着皇上 皇上 你慢点 皇后娘娘慢点 皇后娘娘慢点 慢点 慢点 快点 快点 皇上驾到 臣留同勋叩见皇上 朕不是让孙大人 跟你说过了吗 见了朕不用下跪 上朝之后脱帽带跪 皇上 当老臣真的哪天 这条腿跪不动了 再免跪吧 爱情啊 你可是让朕 等得好苦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朕你来了之后啊 朕这心里面踏实了很多呀 不过你记住啊 在殿外呢 那是一件韩事 可是上朝之后 你就是朕能信得过的重臣 皇上吩咐直言 孙大人已告知言庆 刘爱卿 大老远的给朕带什么来了 趁今日回朝带来了三样东西 一是我自己的那幅大棺材 二给朝廷带来了一个犯官 三是给皇上带来了一个 不好的消息 这番话呀 也只能是在刘统勋的嘴里面 朕才能听得到啊 朕炉带来了一个犯王 严谦 朕记得乾隆元年的时候 正是因为那幅千里恶嫖图 朕差一点把你扔进这棵棺材 可是之后朕知道了 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 你一直带着这棵棺材 你是在借着棺材 告诉我 告诉世人 你把天下的百姓装在 你刘统勋的心里 你要为朕 忠心忠意地办大事 就算是死 也万死不辞 对吧 皇上 这么多年来 这口大红棺材一直伴随着我 微臣把棺材带回来了 那就是说微臣誓死如归 朕要的就是你这句 誓死如归 谢皇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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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听说这刘统勋昨天回来了 我也是刚听说 铁大人 他突然回来 不会是别有缘故啊 说得是啊 那大人 自古官场啊 就是刘水盈 此去比来比来此去 单个也好 成双结队也好 只要谁明白了各种道理 谁也就明白了围观之道啊 那大人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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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统筋马 太嚣张了 这个人一回朝啊 自此朝堂之上就有好戏看喽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爱卿 皇上 朕不是说过吗 你见朕 不用下跪 谢皇上 等哪天老臣挺不过去了 再免贵吧 张柳德 扶着刘爱卿 把你的铁靴子抬起来 让臣看看 放下吧 朕想听听铁靴子的声音 给朕走两步 好 好听 朕仿佛又听到了 这铁靴子发出的 金鸽铁马之声 各位爱卿 朕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 好听 皇上 是在告诉微臣 沙场之马 该如何效力 微臣明白